是的你没看错新冠疫苗施打意愿登记预约系统 7月27号开始选项新增高端疫苗 有网友发文寻找单钩高端勇者 留言区立刻掀起热议 网友表示打高端爱台湾 诱人很酸台湾最大三期人体临床实验即将上线 高端这个疫苗呢 大家对它最大的疑虑可能跟出国很有关系 那我打高端疫苗 那我出国这个是不是WHO认可的 会不会出国有问题 因为它只告诉我们抗体的效价跟不良反应 这个东西是不足够的 老百姓的眼睛是血量的 所以原则上来讲 你如果没有证实它的防御力的话 老百姓是不会接用的 摊开接种意愿登记数据截至27日下午5点 单选高端疫苗共有37814人 占比不到1% 和单选莫德纳单选AZ的人数相比 有相当程度落差 但就怕孤注一职等不到新颖的 莫德纳最后反倒沦为两头空 有不少民众敢在疫苗登记平台重启时 纷纷加选AZ 打疫苗感进度虽然开放民众弹性调整施打意愿 但还是会依照登记时序优先处理才公平 那么各界也好奇选高端的什么时候能达到 我们是每个礼拜都会有跟他们有相关的讨论 那另外还有也都会有住场去看他们一个制程 交货的整个应该都会配合他们自己当初跟CDC那边签约的 有一些这个就不一定就不是在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管控的就是品质 食药署紧盯高端疫苗量产掌握扩大制程品质是否稳定 而指挥中心也透露预计最快8月就能提供国人施打 国产疫苗即将上线 接下来就看国人买不买账 欢迎讯闻叶秉杰黄沛寒 特别报导